画面中一艘货柜船 原本要从底下穿过一座跨弯大桥 没想到直接撞上中间的桥墩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桥的前后桥体直接坍塌坠入合力 那么可以看到桥梁从左到右 是一节一节的方式断裂塌陷 还压到船身的上头掀起大片烟尘 虽然画面看起来很暗 但确实是看了真的是触目惊心 这是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 当地时间大约1点27分左右 发生的意外 根据美国媒体第一时间报道 当时桥上有十几辆汽车 后来都跟着桥面落水了 那么当局目前都在搜救当中 那么CBS新闻引述消防部门的说法 至少有7人落海 而这座大桥叫做 法兰西斯史考特基大桥 是当地695号洲际公路的 一座跨湾交通的要道 简称基大桥 全长2.6公里 据撞上的货轮 根据美国媒体指出 船上有悬挂一艘新加坡的国旗 应该就是新加坡的货柜船 达利号 现在现场除了救难人员 还在进行搜救外 当局也都已经在疏散交通 避免水上和路上交通行径 事故现场 那么进一步情形 我们将持续为您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